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换网器的安装一个要求 换网器安装的话 这边一般是朝上面的 因为这家客户它是自己特殊要求的嘛 现在是朝下安装的 然后我们安装这个换网器的时候 这个螺丝我们要上那个高温黄油 以便于后面不用的时候拆装容易拆装的 然后拧拧的时候要对脚拧拧 对脚拧拧 然后拧拧过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换网器与这个法兰的缝隙 上下左右缝隙要相等的 然后防止它漏掉